從空拍鏡頭來看 嘉義還有不少地區泡在水裡 23號熱帶性低氣壓開始發威 到後續西南氣流報導 中間不是沒有空檔期 淡水到底為什麼還在淹 為什麼都退不掉 它大概設計年限保護標準 都是在5到10年左右 那經過淹水計畫 如果有整治的排水 基本上它的設計能量 我們都希望能夠提升到20到30年 這樣的一個保護標準 那但是這次的雨 還是都是超過這樣的一個設計標準 水利署表示南部多數排水系統 只能承受單日300毫米左右的累積雨量 再加上適逢農曆大潮 跟部分區域地層下陷嚴重 是造成淹水的三大主因 而水者則認為極端氣候難預料 當強降雨頻率大增時 防洪觀念也該跟著做出調整 我會認為我們不應該繼續去說 那我們加高提防 我們擴增排水系統的強度 或是標準 而是我們要朝向另外一個地方思考 怎麼樣去做到淹了水 但是不會產生災害這件事情 我們要開始去思考 怎麼樣去重新改造我們的建成環境 學者建議首先要避免過度開發 保留綠地農地 就會有一定的蓄水功能 也可以學習像新加坡的現代化 高角屋 墊高空間 至於民眾部分 一樓不要擺放貴重 容易煙壞的物品 住家和生活環境同時改變 才能把自然災害的威脅降到最低 大家先問黃一杰李明華 特別報導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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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